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前线俄兵满院没有对付乌克兰无人机的武器 要求俄当局解决问题 俄兵说,该死的乌克兰无人机像小鸟一样每天都在头顶上转 可把我们给扎蒙逼了 俄军的要求不高 就算给他们提供一支散弹枪 也能救十个士兵的生命啊,甚至会更多 俄兵称,乌军无人机是想把我们赶尽杀绝 天上那些该死的东西 他能把士兵们撕成碎片 我们在阵地上太难了 天天躲在洞里不敢露头啊 谁露头谁挨炸呀 根本就看不到乌军士兵在哪里 他们每天都放出一批该死的小鸟 乌军无人机太厉害了 能够打击俄罗斯深入一千公里的目标 在战场上还能摧毁重装甲坦克 乌军无人机品种多 侦查无人机发现情况后 乌军会针对俄军量身定做派出无人机攻击 遇到俄军散兵就割腰子 遇到坦克就开盖 只要被无人机盯上来 就别想不缺零件回俄罗斯 幸运的缺胳膊少腿 绝大多数会成为鸡汤段子里的 谁的丈夫谁的儿 6月25日俄罗斯莫斯科州 弗里亚继诺市军工电子元器件研究中期再度起火 为什么说再度起火 因为这家研究所 于6月24日已经发生了一次特大火灾 火灾造成多人上网 俄罗斯紧急状况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 该研究所发生的火灾已经完全扑灭了 这是第二天又烧起来了 目前还没有相关伤亡报告 俄罗斯媒体报道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勒德一所学校 学校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25公里 但学校里没有学生 俄罗斯军队把这所学校作为军事用途 把进攻哈尔科夫的俄军弹药存放在内里 被乌军无人机侦查发现 无人机引爆了内部的弹药 学校的楼房被炸毁 俄军现在混成哈马斯了 用民用基础设施掩护军事行动 被乌军炸掉后 像哈马斯一样发出了谴责 但他们说的再多也起不到作用 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 无差别的轰炸 轰炸乌克兰时洋洋得意 挨了炸就卖惨 俄罗斯在6月初请求联合国召开会议 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 打击俄罗斯的领土目标进行谴责 后来没有了下文了 只要俄罗斯不从乌克兰撤军 他们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 无小道楼发言人赖德说 既然俄罗斯怕伤亡 那就应该从乌克兰撤军 这句话说服力很强 你不抢别人的地就不会挨打 把抢的东西还给主人 从别人家里出去就不会挨打了 俄罗斯祸不担心 当地时间6月26日 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 索利卡姆斯克 一座矿井发生了甲烷爆炸 爆炸地点位于地下400米深处 俄方消息 有两名工人严重烧伤 正在接受治疗 大约200名的矿工已从井下撤离 事故正在调查中 俄罗斯说的可能不是最终的结果 甲烷是无色无味的气体 只有在密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会使人因缺氧而窒息 甲烷爆炸前没有征兆 并警驾工作者不会提前指导 爆炸后也来不及撤离 俄罗斯说的可能是 非爆炸区的矿工撤离了 具体伤亡实话不多的 俄罗斯不会通报的 乌克兰最新战报 过去的一天零 俄军损失1220人 四辆坦克19辆装甲车 40门火炮22架无人机 45辆军车 六套特殊装备 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的攻势 基本结束了 沃夫·昌斯克方向的战斗 以俄军失败告终 乌军在该方向 采取的战术非常成功 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军的后勤 包括集结的增援部队 前线俄军集养不足 援军被两亿乌军消灭 进攻部队被分割包围 饲料场内的数百名俄兵 被乌军吃掉 乌军无人机拍下一段视频 在俄罗斯通往乌格兰 沃夫·昌斯克的道路上 横其竖八躺着俄军腐烂的尸体 和装甲车残骸 视频中可以发现 被摧毁的车辆中 有不少面包车和卡车 这些都是俄军向前线运送兵力和挤养的车辆 自开战以来 专家经常说俄军擅长围典打员 事实上俄军没有做到 乌军在乌普昌斯克实践了 俄罗斯军队的现有能力 已经不具备开辟新的战场 能够把现有的接触线走到年底就已经不错了 能够看得出来 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地战区部署了大批的远程武器 并不断的对克里米亚半岛上俄军目标进行清除 旨在先解放克里米亚 解放克里米亚的难度小于多巴斯 且意义重大 不给将来谈判留后患 标示着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的入侵彻底的失败 这一天立好 乌克兰大消息不断 6月25日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已就推举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莱恩 出任第二个任期达成一致 此外 欧盟领导人同意提名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接替伯雷利出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当天 欧盟宣布乌克兰已满足加入欧盟的条件 入盟谈判正式开始 26日 本月组织发布声明 该组织任命荷兰首相马克里特为信任的北约新秘书长 声明称 吕特将于10月1日接替斯托尔滕贝格 吕特2010年出任荷兰首相以来 以连续四次组建政府 并将于今年7月2日正式协任荷兰首相 政治报指出 吕特将扮演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制衡者的角色 特朗普可能会在今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前驻欧盟大使桑德兰表示 吕特曾经当面的反击特朗普 俄外交部番人扎罗瓦评论吕特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时说 吕特的职位在北约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有人都要听美国的 让俄罗斯说起来 只要支持乌克兰的都不是好人 都是美国跟班的 俄罗斯一点不满意就翻脸骂人的 俄罗斯电视主持人在一档节目中说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承认 卖给西方价值8亿欧元武器弹药 这些弹药都运到哪里去了 我们都清楚 运到乌克兰前线了 被乌军射向了俄罗斯军队 俄罗斯的主持人说 俄军进攻阿夫迪夫卡时 正是乌克兰缺乏西方援助的时间段 美国的援助中断就在这个时间 塞尔维亚卖出的炮弹起到了作用 造成俄军大量的伤亡 俄主持人手舞足蹈的气愤的说 我们俄罗斯根本没有兄弟 他们都该下敌 现在还有人把塞尔维亚当成我们的兄弟吗 塞尔维亚就是一个小人 俄罗斯电视90人愤怒 没有作用 俄罗斯官方一怒才有意思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在俄乌战争期间表现反常 看上去支持乌克兰很难的样子 根据社会常识分析 他们之间非有点其他事不可 不敢明得罪俄罗斯左右为难 越打仗越有钱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的财力满足不了继续打下去 俄罗斯商业咨询报26日报道 俄联邦财政部计划提高一系列的行政收费 包括离婚费用 居民更改名字费用 以及其他各将行政审查费用 相关提案被纳入了俄国家杜马 6月20日 已读通过的大规模税收法案 修正案草案 预计新规定将于2025年1月1日生效 这些修正案已送交了各部门开始协调 俄媒报道称 俄罗斯结婚费为350楼布 离婚费为650楼布 从2025年起 俄罗斯离婚费用增加近8倍 将达到5000楼布 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 俄罗斯有68.37万人离婚 如果按2023年的离婚人数计算 仅此一项 俄罗斯财政就能多收34亿卢布 俄联邦注册变更姓名费 包括签发变更姓名证书的税费 由现在的1600楼布起 增加到5000楼布 此外 修订和修改民事登记证书的税费 将从650楼布提高到700楼布 新规还可以对出生证 或结婚证进行修改 签发国家民事登记证书的费用 将从350楼布提高到500楼布 向个人提供民事登记机构 和其他授权机构档案中的证明 从200楼布提高到了350楼布 如果丢失证件 需要补办或开证明 收费将从1300楼布 提高到2000楼布 费用增加最多的是 根据垄断法 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公司 以及经营协议 费用从3.5万楼布提高到40万楼布 对自然垄断法规定的申请 进行审查的费用 从1.6万楼布提高到5万楼布 打仗如果能发财 谁还珍惜和平啊 说西方制裁 俄罗斯没有效果的人 都是反制 连他们自己都知道是在撒谎 还有人在下方点赞 看那些人说的哪一句是真的 最近一段时间呢 有些人又拿 有些人又拿瑞士峰会 与会国家没有签名炒作 我当天就给出分析了 是一些与会国主要领导人没有去 他们会在联合公报上补签 过去几天里 已经有三个国家补签了 其中南美国家 贵亚纳在瑞士和平峰会 联合公报上签名 贵亚纳没有派代表团 参加和平峰会 不也照样签名了吗 按网上那些谬论呢 没有参加和平峰会的 和当天未签名的 就是不支持乌克兰 朋友家办事当天没有去 过一天又送上礼品 这样的做法在民间多见 连这点社会常识有没有吗 算喜欢俄罗斯 说话不得符合逻辑吗 拭目以待啊 随着后来陆续的补签 最终会超过于会的国家总数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始祖不义啊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体们 请随意给个赞赏啊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